HIGH 各位好 我是挖寶去安哥 今天又有另外一個案例出現 最近的天氣實在是無言吶 真的是無言吶 悶到爆 一整個悶就是到爆 連自己的挖寶 有的也都受不了 現在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隻挖寶它現在有老磨炎 老磨炎的症狀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有老磨炎的症狀 你的挖頭有可能會歪一邊 歪一邊 有可能也會翻肚 嚴重的會翻肚 整個都會翻肚 翻來翻去 甚至你在讓它游泳的階段 它也沒有辦法平衡 沒有辦法平衡 都會斜斜的 翻來翻去 那會有併發症 什麼樣的併發症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要接觸完的時候 接觸完的時候 手一定要乾淨 再噴個酒精 乾燥之後 再來接觸你的挖寶 通常生病的挖寶 我跟各位說一下 它的身上 它的身上幾乎都已經有帶菌了 都有帶菌了 所以 你碰完這隻挖寶之後 你的手 就不要再去碰另外一隻挖寶了 可以嗎 我給各位看一下 動作非常輕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隻眼睛 這隻的眼睛 已經整個都模糊掉了 這隻眼睛 它在叫 各位有沒有聽到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現在要幫它做治療 你看它 它現在非常緊張害怕 非常緊張害怕 我們看一下另外這一個眼睛 而且身體也很乾燥 因為 生病的挖寶 盡可能 你就是用乾癢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你如果在用水的話 會反覆感染 會反覆感染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 眼睛的部分這裡 這個眼睛就正常 但是它這樣看起來很不舒服 okok 好好好 別緊張 ok 我現在幫它做治療 好 這個 我 安哥有說過 我拍影片都做參考就好了 做參考 你如果不曉得怎麼幫挖寶 做治療 比較好的方式 我還是會建議你去看醫生 安哥的方式都是做參考 ok 第一個各位看到這邊 這個生理支點水 我拿新的 剛好再去買了 剛好再去買了 好 在這裡 一樣 那你就幫他 沖一下他的那個 眼睛還有整個身體 這個 這個生理支點水 到藥局買就有了 幾十塊錢而已 幾十塊錢而已 幾十塊錢而已啊 好大概這樣子就可以了 剛剛各位看到他的時候是有點瘦瘦弱弱的 他身上就是失去很多水分了 因為我為了要救他 所以我沒有辦法用水讓他泡著 因為我們有時候 你如果去忙其他事情啊 你睡覺也好 上班也好 這段時間 因為我剛有說他身上都已經有帶菌了 都有帶菌了 如果你是用這樣子 像這樣子 用這樣子泡水 你去上班之後 他 他身上都有帶菌 他又代謝 他又代謝的情況下 他是重複泡在自己的病毒的尿 無論是他自己排尿的尿毒也好 或者他身上帶菌的也好 這整個地方都會有菌 所以就會重複感染 你看他為什麼一直會往前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眼睛不舒服 腦子也一樣 所以他都會一直靠一直靠 靠在邊邊 你看他的頭都滴著 你看我再怎麼樣把他抓過來 他就是會滑過去 有沒有 頭歪一邊 這樣子看 好 轉圈圈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身上有皮屑 我幫他拿起來 好 再來呢 再來就是真的 非常要緊的 如果各位可以到藥局去取得的話 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去買 好不好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也問不到 也問不到的話 你再私訊給我 私訊給我 私訊給我 來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是抗生素 看一下 這個名字 赤環素 什麼 偏 偏零 鹽酸 他名字叫做 溫特 溫特 梅素 OK 好 這個 這個藥非常強 我跟各位說 這個藥非常強 是要給挖泡澡用的 就是有腦膜炎疾病啊 身上 有可能 整個都帶菌啊 就像 醫生有的 你的挖寶生病 他也會是 會開類似 那種 糖漿狀的 糖漿狀的 抗生素 灼量 灼量餵食 讓挖寶 只是 增加他的 病毒 可以去抵抗 但是我跟各位說 藥這個東西 只是輔助作用 他不是可以讓挖痊癒 最重要還是挖他自己的 本身的免疫系統 跟營養要足夠 他才能 戰勝病魔 好不好 這樣OK啦 那安哥好像也有一種 叫做 糖漿狀的 我找找看喔 我之前好像有 糖漿 在這裡 這種糖漿的 這個也是抗生素的一種 都可以去藥局 問問看 好不好 無論是腸胃炎 或者是 什麼其他的 一些 細菌感染 之類的 這個都 都可以用 那我這次想要用這個 糖漿的 糖漿的 這個針頭 針頭自己去 去藥局買也有 也有 應該好像五塊錢 五塊錢而已吧 通常 通常你的蛙沒有很嚴重的情況下 那 像這個 你就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 餵食到自己的 挖寶裡面 好不好 用泡的 也是可以偶爾吸收 啦 各位懂我意思嗎 用泡的 OK 就像這樣子 我就把它 滴在 它在泡的地方 因為 因為只要是 抗生素的東西 各位自己就知道 你 你藥物太強的話 反而對自己的身體也不好 我說人啊 我們人吃抗生素也是一樣啊 它只是輔助的作用而已 我現在 現在我在用做稀釋的方式 各位有看到嗎 我現在用稀釋 這是生理食鹽水 生理食鹽水 讓蛙做代謝的功能也蠻好的 我再強調一下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麼用 還是 帶去看醫生 好不好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 幫自己的挖寶 做處理的話 你還是自己去看醫生 好 OK 大概這樣子泡的時間 你看喔 我剛剛用的那個量也非常少 你的量不能用太多 大概泡的時間 三五分鐘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說了 蛙自己本身就有帶菌了 你泡太久的話 這個水裡面一樣都有菌 病毒啦 我不要說菌啦 因為有的人以為是好菌 有有菌之類的 有細菌 有細菌 就有細菌之類的 那個就不要 不要讓挖泡太久 那針頭用過之後就不要再用了 用過之後就不要再用了 用過之後就不要再用了 有沒有轉圈圈 呵 還不舒服啊 大概這樣子三五分鐘完之後呢 之後呢 所以現在沒有沒有泡到很久 但是安哥想要在短時間內 讓各位了解我是做怎麼樣做處理 就給各位做參考 參考我說參考 希望各位在網路上面看的東西都是以參考為主 沒有絕對好不好OK 好我現在幫挖寶 挖寶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當然就泡的時間還不夠久啦 你看他一直轉圈圈 所以就是典型的腦膜炎了 腦膜炎引起的併發症會有眼疾的問題 好我現在把它抓起來 抓起來我放到一個乾淨的盒子上面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水呢水你就倒掉不要再用了啊 不要再用了OK 那再來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 要幫他上藥 眼睛要上藥 奇怪我的棉花棒呢 我在這裡 好 棉花棒 來這個就是 插那個眼疾用的 鹽酸四環樹也可以啊 鹽酸四環樹我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就去 買個紅梅樹用用看 也是可以喔 像這個都是油性的 大概用一個量就好了不用太多 因為這種藥喔 不好上 那就趕快把它蓋起來 好蓋起來之後 你輕輕把你的蛙寶抓起來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但是你要抓緊它 不然它會亂跳 好 就這樣子把它抓緊 在眼睛的 疾病的部分 慢慢把它上藥 這個 這個藥是油性的 不好上喔 沒有辦法 整個黏著住 所以 啊 哈哈哈 就把它輕輕的上藥 盡可能讓那個藥 附著在它的那個 眼睛的部分 不然你在幫它擦的時候 它那個眼皮也會上上上上上 往上揚啊 它雖然會不舒服 但是我跟各位說 乙群你要幫它治療好 你就是要讓 你的蛙寶忍耐一下 好不好 上面也幫它上上一點 好啊另外一顆眼睛沒有事情 你就不要這邊抹一抹 這邊又幫它抹啊 我跟各位講 哎呀很嚴重啊 好好好 好好好 OK這樣就好了 各位這樣就好了 懂我意思嗎 不要再用水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大概每天得幫它上藥 那泡 泡藥澡的部分也是每天 好不好 像我剛剛那樣子 泡個三五分鐘 或者是 你覺得 大致上差不多可以了 我是建議大概三五分鐘就好了 三五分鐘就好了 再幫它上藥 放到你另外一個乾淨的飼養環境 那剛剛那一個飼養環境 你就得去拿沖洗了 不要再重複使用 因為你那個環境可能都有菌 除非你在用這個酒精 好不好 你在用這個酒精 在幫你的飼養環境 整個都折擬完之後 再讓你的蛙回到原本的地方 OK 這個是安哥的那個一些治療的經驗 緊供參考 緊供參考 如果你的蛙寶 真的很嚴重 你也束手無策的話 趕快自己去找醫生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是蛙寶去安哥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們做一些比較正面的交流 那我也會留下我的聯繫方式 如果有任何可能你沒有辦法 不太想再公開這個這個直播的 而不是直播啊 就是影片下面留言的話 你可以私訊給我 我們再來做討論 或者是你的蛙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有我的蝦皮上面有任何蛙寶 都可以去做參考跟收藏 我們搜尋蛙寶去就能看得到了 好 謝謝 拜拜 很不舒服啊 好 謝謝 好 謝謝